7月4日下午,海军长洲舰圆满完成某海域专项任务,返回这家州山某军港,是委常委,组织部长,是商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昌明, 帅长洲卫问团专程赶赴舟山,探望长洲舰全体官兵,今年4月22日,长洲舰从舟山接览起航,奔赴某海域执行专项任务,在74天的航程中,长洲舰全体官兵部位艰险,连续作战,依法行动,综合万里海郊,战学蓝色国土,圆满完成了任务,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,做出了突出贡献, 树立了国委和军委,周昌明代表市委,市政府向长洲舰官兵送上问问品,他表示,长洲人民将永远做长洲舰官兵的坚强后盾,全力支持大家练就海上精兵,盾造海上利剑,保卫祖国海疆,希望双方不断开创成舰攻击新局面,共同谱写双用工作新篇章,为长洲市征创全国双用模范成七连贯做出新国,